Danti, 非常之開心, 要多謝你又來看野林, 和我們分享一下 講一下, 以前你不是吃素的, 以前你不是吃素的 不是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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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會無緣無緣無故吃素? 什麼時候開始的? OK, 好的, 多謝長哥問你一個問題 其實剛才來之前, 都跟這個朋友聊過 這個朋友說, 因為家裡可能要照顧一個家屬, 很多時候都很大的壓力 我自己也是的, 這幾年, 無論工作, 社會方面, 都很大的壓力 其實我是在讀很多心身靈的書, 用很多工具, Meditation 等等 所以我發現, 都好像不太好處理 那樣, 又是心心靈的, 心, 身體, 胃度, 食, 我未試過 所以, 第一天就是來這裡試斷食 斷食, 斷食之後, 我發現整個身體開始有一個很美, 很正的反應 那樣是幾個月前? 那樣是六月份, 我記得, 六月份 即是四個月前 四個月前, 沒錯 那呢? 發生了什麼事? 好了, 當時的感覺, 整個身體好像開始不同了 原來吃的東西, 都是影響我整個能量 那樣的, 後來就一直去報那個食生的課程 吃完之後, 我發現, 我不知道, 突然之間的壓力是少了很多的 就是慢慢慢慢好像減少了很多 我工作方面, 我都五十多歲了 因為壓力方面, 都覺得好像有些東西好像不太好處理 而在吃完文段, 之後的我很視頻很清晰 他們ム structure very clear 很 verso慢的 日常在時間內睡不最愛 飢餓飢餓飢餓 你會發覺, 晚上可以從十二點到ии睡 連直到五點半 是不會醒的 總是很棒的 所以 我一陣子維持到四個月了 基本上我們可以保持到八九成的耐性 所以我非常感激了 你又清瘦了? 清瘦了10kg,20磅 女士吧 每个人都是,一吃了就 我那时候更夸张 我保持了130磅,保持了40年 由30到70岁都是140磅 从国际的BMI标准,绝对是标准的 但其实是错的 我一跌到99 然后就回升了 我通常都是这样 库头由32到28 28啊! 好了,不是说我说你 如何? 说回刚才压力的问题 最近发生一件事 我女儿昨天去读书 飞机又迟了 然后又突然飞在中途回头 蛤?这样也可以? 作为家长,怕不怕? 她女儿只有17岁左右 害怕,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正常我也觉得自己会害怕 同时这一刻再看回头 整个过程都发现自己很冷静 很冷静 妈妈跟女儿这样说 你看看发生什么事 爸爸一直在陪伴你这样过 我发现这也是一个 吃衣服给了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那个能量 我不知道是否跟吃衣服有关 这个可能是有请假的 整个人是不太容易感觉到 尤其是遇到问题的时候 很冷静 非常特别的一个字 很平和 很能够平和 先两天和我一个老板 我跟他聊天,他就叫他 希望我看不到這個影片 我還要用什麼聲調跟他說 其實是這樣的,我覺得對這件事有一個看法 我想分享我的看法 哀哀哀哀哀哀哀這樣說 這只是我的看法 我想供應給公司 我用一種這樣的聲調 好像是alpha波的狀態 我覺得我這樣說完之後 他們似乎收到一點點疑惑 因為平時可能是這樣 我不是這麼喜歡嗎? 我不覺得這樣 用這樣的情感來說的話 都可能會觸發他的情感 所以吃山,我覺得整個人的能量 真的調整了很多 如果真的是一個人版 大家真的可以試一試 很簡單,通過一個食 吃東西其實從我自己的角度來 其實我們在吃的不是一個 真的一個食物 我們在吃的是一個能量 再加上一個奇怪 是什麼呢? 長哥同學說 吃山一定要多曬太陽 可以接觸到空氣 我很喜歡曬太陽 曬太陽 曬太陽也能夠補充自己的能量 空氣呢? 清新的空氣,大自然 亦是特別讓自己能夠補充的 所以 種種的食山 很多食物 再加上多些陽光 再加上運動 再加上 吃的那個植物 我想分享一下 吃的那個植物 本身它是沒有情緒的 我覺得從重的角度 它是沒有情緒的 所以 當我寫一個沒有情緒的東西 落身起來 我自己都不會被它的情緒影響 我覺得 這個非常另外 是一個很吃經的一個發言 我想講一個故事 今天我和一個朋友去行山 走走走走 前面的小朋友衝過來 前面有很多蜜蜂 不要過去 那些蜜蜂咬我 那些蜜蜂咬我身上 我即時跟我的選人說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我陪你一起走 那和我一起走 那些蜜蜂呢 真的蜜蜂呢 飛過來我身體上面 平時怎樣 很害怕 馬上撥開它 我突然之間看著它 因為突然之間 要了一篇朋友的分享 他們說 蜜蜂黏在我手上 他只是想吃那些汗液 吃那些鹽分 他不是來攻擊我的 我突然之間給蜜蜂咬我 是真的嗎 我們特意給他 他真的在我手上爬 吃飽完之後 他就飛開了 吃飽完之後 就飛開了 我突然之間 我撿到一個位置 這樣看著我 你不怕的嗎 我說沒事 還可以的 讓他吃飽完之後走 我再走幾步 他突然之間又飛回頭 接著這隻手 吃飽完之後 又走了 我想說什麼呢 其實都是一種能量的交易 一般的人就會打他 對 沒錯 這樣就會敵對 他就贏了 兩敗俱傷 沒錯 所以我看回自己 沒有看過我好像很酷 以前我是做生意的 我也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同時也有自己的 有時候有自己的 發揮自己的威勢 有時候那種情緒是什麼 我不知道 再反思整個生命轉頭 以往吃豬 牛 羊 我發覺 我除了吃肉之外 我又吃了很多情緒 它帶著什麼能量 我完全不知道 尤其 可能能死之前那種恐懼 我發揮自己很多恐懼 那種恐懼 現在我真的沒有了那種恐懼 我昨天和我女兒說 一起都是最好的安排 上天的禮物 那種恐懼 她明明坐飛機 兩小時飛回來 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說 害怕 會不會中了招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很平靜 一切都是上天的禮物 我自己都被自己的一種 我再看回反應 有一種 咦 我就說 OK 我都想給自己一點獎勢 呵呵 你這麼說 我立刻就在那裡想想想想想 我們怎樣解釋 新生會的人是定住的 我想了幾件事 第一個因素就是 我們先試一下冷靜地分析, 吃了很多東西是很難的, 我知道的太少, 太複雜 不過我馬上想了幾樣東西, 第一, 剛才你講了, 就是每次我們吃肉的時候, 我們吃了那隻動物臨死的情緒 牠很憤怒,牠很無助, 牠很慘, 很痛, 很害怕, 全部吃下去 那你就常期是給這些能量控制, 這是第一 第二, 其實吃生, 就是我們再次給身體, 牠最需要, 最想要的營養 因為你如果吃熟, 牠們已經破壞了, 沒了那些營養 那現在大腦收回一些它設計來的那隻營料, 正東西, 那大腦運作不同, 發出很不同的能量 那根據CALMA, 就是因果報應的規律, 你發什麼東西, 收什麼東西 你發一些很迷惘的, 很憤怒的, 很恐懼的東西出去, 那你就收回很多的恐懼 第三, 還有一個原因,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為什麼要吃生魚上課呢 就是解釋給你聽, 我們的課程解釋很多東西給你看 其中一個就是, 不是你吃了什麼東西, 你吃少了什麼東西, 你沒有吃到什麼東西 譬如, 任何人都是, 吃了生之後, 就應該不會吃到白糖 就是白糖, 白砂糖那些, 那些是毒品來的 其實我做特首, 第一個要禁了那個 那些是中毒過其他, 你是4級毒那些, 是累死很多人的 因為, 很簡單, 很簡單, 第一就是令你身體很酸, 酸性 你知道癌症的人, 99%是身體很酸的 重病的人, 慢性病那些, 譬如, 高血壓那些, 全部身體很酸的 糖尿的身體很酸的, 累死你, 其實是殺人空氣來的, 白糖 但是你現在平時吃的東西, 你知不知道, 周圍什麼都是白糖的 你被人餵了很多隱藏的, Hidden Sugar, 即是隱蔽的白糖 你吃鹹的湯, 很多糖的, 你吃鹹餅乾, 很多糖的 你吃辣的東西, 很多糖的, 你吃酸辣湯那些, 很多糖的 你喝檸茶那些, 酸的東西, 是不是很多糖? 你喝伊力多, 不好意思, 講那些, 全部都是很多白糖的 我們吃了生之後, 我們吃的糖就是很時時正正的糖 我們身體需要的葡萄糖, 果糖那些, 我們吃很多糖的 我們的糖是來自臨齒, 來自榴槤, 來自榴槤, 來自香蕉, 是不是? 即是那類的東西, 那些是我們身體最需要的糖來的 就是因為我們吸少了很多, 還有, 你知不知道你平時吃熟的時候 你吃的肉, 全部都是沒有味道的, 我吃豬肉, 我買一塊豬肉給你吃, 是不是? 豬肉為何你吃得好呢? 就是因為它醃過, 因為炒過, 下過很多東西 又爆, 又燒, 你去燒烤就知道了, 油多少東西上去, 醃多少, 是那些的雷死 那些是非常之大殺傷力的東西來的 現在我們不吃那些, 所以你就沒有了那些情緒波動 他們做過很多次這個實驗的 就是在美國那些地方, 就找一些少年的監犯 我們現在叫懲教處, 坐牢的小孩 就是一個星期, 叫他們吃新鮮的東西, 就是這樣了 他們繼續吃肉的, 吃海鮮的, 但是就不吃罐頭 買回來一盒盒一盒盒那些, 只是吃新鮮的東西 結果呢, 全監獄, 個個靜光, 乖光, 沒有暴力, 沒有人搞事 情緒是非常穩定, 只要你不吃白糖 那些小孩現在有很多專注力不足, 應該坐不定, 發脾氣那些 全部都是很多白糖, 還有那些染料做出來的 善聞天佳祭的, 我想就是, 你現在不再吃那些東西了 沒錯, 沒錯, 就是這樣了 我每天就是, 我每天就是自己做的 自己做那個果爐, 還有做那個炒菜的 我每天5點半就起床, 起床完之後 那一個小時的準備好這些食物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me time 讓我回到自己的內心 同意一邊做的, 其實是很開心的, 很感恩的 那種開心, 那種感恩 每一天, 如果我又開心又又開始 那天整個人的狀態已經不同了 所以我特別覺得, 慢慢慢慢再 越吃越覺得過癮 這個過癮是真的發自內心的 那種就是因為, 我不知道, 我的身體和這種成脈 和這個過程是, 我的身體很喜歡這件事 所以令我整個人就越來越喜歡這件事 那我覺得是, 當然每天準備好食物 基本上都是用六幾粒很多的, 椰子油 那種喜馬拉雅山的鹽, 是不是 然後, 味噌, 對 很簡單的, 非常簡單, 非常容易做 但是呢, 我覺得, 不在乎那些菜的質素 其實我自己買菜, 我也是晚上下班的時候 好像最便宜的時候, 在街市買一大抽香蕉 一大堆的菜, 買回來, 很便宜的 那我覺得, 跟那樣東西有沒有關係呢 我覺得未必有關係 而純粹是那種能量 是我賦予這些食物 一個很開心的能量 在一個過程裏面 那就是因為這些能量 反過來, 對我的身體 甚至對我的整個能量 我覺得是用能量 是影響了我 所以, 這個是一個 即是, 要講了很多東西可以分享 所以呢, 我們經常都說 寫生之後, 你不只是改飲食的習慣 你改了之後, 你整個人是不同了 你的見識是不同了 你的生活習慣是不同了 你的朋友是不同了 你平時的做... 由朝到晚, 全部想的東西都不同了 沒錯 生命是改變的 經常都說 You are what you eat 我們吃了那些東西下去 真的是這樣改變的 今天很難得 有個人版給我們看 你講的很抽象, 你不明白 有個人告訴你 吃幾個月, 四個月而已 就是完全不同了 做一個很不同的爸爸 做一個很不同的總經理 好久, 給點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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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